你驾驶一架F22 发现迎面飞来一枚中锯弹 你在想今天晚上吃牛排还是吃意大利面 还是赶紧丢幼儿弹逃跑 估计此时你也没心情想烛光晚餐的事情了 五代机的最大威胁是谁 战机被中锯弹盯上后生存几率有多大 世界最强中锯弹是谁 火力居今天来聊聊这个话题 说实话 如果单论中锯弹的性能 其实没什么意义 现在各国中锯弹的性能都大差不差 咱们就拿最典型的三款中锯弹来举例 美国的AM120D 俄罗斯的RVVSD 以及欧洲的流星 这三款中锯弹的纸面数据 虽然不能说一模一样 但也差不了多远 制导方式基本都是前中期惯性 加数据链制导 末端主动雷达制导 飞行速度也基本都是4马赫 也就射程稍微有差距 AM120D是160公里 RVVSD差不多100公里 而流星达到了200公里以上 看起来差距很大 但是实战的话 差距会无限缩小 导弹射程再远 战机也不会在最远距离发射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一把M16的有效射程是550米 但士兵常用的交火距离 一般都是在150米到300米之间 有时候为了保证射击精度 距离甚至会更近 导弹也是同样的道理 美军使用AIM120D的距离 差不多在100公里左右 更何况五代机的隐身性能在那摆着 不可能距离几百公里就被发现了 所以单看导弹性能 基本上是无法分出好坏的 想要分个高低 拼的还是载机与实战发挥 那废话不多说 咱们直接上实战 让F22携带AM120D 对战457携带RVVSD 现代空战的基本模式 就是预警机坐站后方 利用超大功率的搜索雷达 或者是被动扫描 发现敌方 然后指挥几方战机 占据有力攻击站位 如果敌方也有预警机 那么我方战机也有被发现的风险 就算是老式战机 也可以通过雷达告警系统 察觉异样 所以这里面有三种情况 先敌发现 同时发现 后敌发现 如果是几方先敌发现的情况 战机不会直接锁定敌方战机 而是根据预警机推测的 截击路线飞行 占据有力攻击站位 等到一定距离之后 再发射导弹 不过导弹这个时候 也不会开启雷达制导 原因也很简单 不相白给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中矩弹就相当是 带着格斗弹的无人机 飞到旁边向敌方战机开炮 而且现代空战中 有个叫不可逃逸去的东西 说白了 就是导弹抵达战机的一定距离后 无论战机怎么机动 都无法逃脱 但是如果导弹离很远的距离 就开着雷达照过去 那就是白给 无论是AM120D与RVVSD 空战模式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同时发现的话 压力就来到战机这边了 如果说美国预警机 发现了457 并发射AM120D 很有可能也被457发现 假设AM120D主动雷达导弹头的探测距离是30公里 速度是4马赫 从100公里外锁定对手 那么需要51秒才能达到主动雷达开机的位置 在这51秒内 对手就很有可能发现导弹 如果AM120D的目标是隐身目标 这个距离会更短 就算457的隐身性能不怎么样 AM120D捕捉目标的距离也会降低一小半 留给敌方的反应时间也会更多 像一些人说的 超视剧作战连敌方影子都看不到 就被打爆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而发现敌方空空导弹之后 战机能做的只有一件事 跑 像电影里那样 放几个右耳弹 纯属是为了好看 如果是早期的空空导弹 确实可以这样干 早期的红外制导 或者半主动雷达制导 命中率其实并不高 如果是红外制导向上躲 利用太阳与耳弹 干扰敌方导弹的红外制导 如果是雷达制导向下躲 凭借战机的机动 摆脱敌方雷达的锁定 但现在不行了 谁家的中巨弹还没有主动雷达呀 都是自己找到目标并自动跟踪 而且导弹比战机轻得多 再爬升以及平飞的加速度比战机更快 加上抗过载能力强 战机依靠常规手段 是无法摆脱导弹追击的 就比如AM120D的过载有40G 战机一般也就3G左右 差的不是一星半点 如果飞行员不要命的话 F22与苏武器的机动能达到9G 但依旧于事无补 不过这不意味着导弹锁定战机之后 战机就无路可逃 导弹的过载确实更高 但导弹的过载是不能直接跟战机过载力的 飞行机体机动通常是利用机体生力 完成各种圆形轨迹机动 所以同样速度下完成同样半径盘旋 战斗机只需8G过载 而导弹弹一面积很小 生力不足以支撑盘旋所需要的向心力 这个时候就必须依靠弹体生力来弥补了 只是弹体产生生力又不大 必须加大营角使得过载聚增 才能达到与战斗机同样轨迹的机动 所以导弹抗过载能力必须很高 同时加上战机的高位势能 有机会摆脱导弹锁定 导弹速度过快 转弯半径大 燃料有限 只要能够耗尽导弹燃料 就能够摆脱攻击 因为导弹速度比战机快 战机必须先储存一些能量 才能增加速度与导弹周旋 这就需要战机垂直向上飞 增加战机的高度 从而获得高位势能 而战机与导弹在重力作用下的 加速比是一样的 导弹重量轻的优势 在下坠过程中没什么用 所以导弹跟进之后 战机可以通过几次补充 来改变飞行方向 从而加速摆脱敌方导弹 不过需要注意一下 超机动也就是过失速机动 不能经常用 过失速机动 虽然能快速改变机头指向 但是速度骤降 能量损失巨大 战机摆脱中巨弹的锁定 靠的是飞行轨迹 变化极大的持续机动 最好还是那些经典空战机动 比如高低悠悠 防御同滚 信攻同滚 破S等等 在之前的北约军演中 法国的阵风 在近距离也能观测到 美军的F22 而F22凭借着 其强大的持续机动能力 始终处于阵风战机上雷达 等各种传感器的探测边缘 根本没法锁定 其在2M的速度下 能飞到6G 超机动虽然也可以 但是它只能改变机头指向 无法改变飞机的飞行轨迹 加上损失能量较大 除非万不得已 不要用 而在持续机动方面 F22与457其实差不了多少 虽说F22的矢量不是全向矢量 只能进行抚养方向的推力转向 在横侧推力方面 只能由喷流垛面来控制 会限制F22超机动性性能 但是不会影响持续机动 相对而言 457则采用了全向矢量喷口 在复合机动中可以任意发挥 超机动性性能也可以 但是它隐身性能差 如果忽略预警机的因素 单让457携带RVBSD 对战挂载AM120D的F22 结果只有一个 457稳良 现代空战四线原则 先敌发现 先敌发射 先敌命中 先敌脱离 其他都是虚的 这就要考虑飞机的机载雷达 隐身性能 F22配备的APG-77 探测距离约为300公里 而457装备的N036雷达 有五套有源电子扫描震叠天线 系统与两台机载电脑相结合 能发现400公里以外的目标 虽说457探测距离更远 但是没用 飞行器RCS 每下降一个数量级 雷达对它的探测距离 就会缩短44%左右 而457的雷达反射面积0.4平方米 相比F22的0.001平方米 差距很大 而这也就意味着 457原本的探测距离 与实战完全不一样 457发现F22的距离 大概在70公里 而F35能在170公里左右的距离 发现457 如果双方对头进入 并同时开机搜索 那么F22可以做到先低发现 等到457看到F22的时候 已经为时已晚了 能不能跑掉 就可运气了 至于四代机 携带中矩弹对拼 跟五代机稍微有些区别 五代机的隐身性能 与超音速大稳盘机动 在对付中矩弹时有优势 而且F22与457的隐身性能 相距太大 凭借着载机的优势 AM120D可以玩爆RVVSD 但四代机的机动都大差不差 那就考验中矩弹的性能了 这点火力军认为 流星导弹比较占优势 因为它的射程远 不可逃一区更大 像射程速度爆炸威力 只要超出一定的数值 对付其他中矩弹 那就是碾压的优势 就比如台风战机 携带流星 对战苏35携带的RVVSD 如果二者同时发现对方 距离又在200公里以内 苏35基本上毫无办法 但台风就可以考虑 再往前飞一段距离 发射射程200公里的流星 如果苏35先发现台风 那也只能距离近了 再发射RVVSD 只是台风的雷达告警系统 也不是吃干饭的 随时会给苏35来上一炮 至于挂载空空导弹的四代机 五代机对拼 想都不用想 五代晚营 不论是F22携带的AM120D 对战苏35携带的RVVSD 还是苏57携带的RVVSD 对战F16携带的AM120D 都是如此 五代机超寻速度和超音速 大稳盘机动 使其在中远距空战中 攻击负能 防御脱离 以及攻防转换优势上 都是碾压四代机 就比如F35打阵风 就跟打儿子一样简单 在美英法之前的 大西洋三叉戟春季演习中 就出现了F35A对抗台风 阵风 以及F15E 结果很惨 F35A对阵阵风战机 是8比0 当然了 不能说阵风战机差 只能说F35太强 打其他战机也是一样 F35A对阵台风战机 19比1 F35A对阵F15E 16比1 欧洲的双风战机 无法探测到F35的位置 风外搜索 跟踪系统 也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所以在大多数的战斗中 双风战机 还没找到F35 就被击落了 这连放在苏式战机上 也是一样的 所以在五代机的领域 拼的一定是 载机的雷达 与隐身性能 中矩弹是什么型号 不重要 自带机的话 雷达反射面积 与雷达探测距离 不会有太大差距 这就要考虑中矩弹了 而上面三款 美俄欧 现役主力中矩弹 性能各有千秋 在导弹射程方面 流星首屈一指 而且根据MBDA官网的介绍 流星导弹 凭借着200公里的射程 不可逃役区 达到了AM120D的若干倍 在制导方面 AM120D的性能最好 其在原有的 复合制导系统的基础上 加装了一个双向数据链 和GPS制导装置 GPS制导系统缩小了导弹 在飞行过程中的累积误差 新增的卫星双向数据链 取代了以前使用的 单向接受数据链 增大了AM120D导弹 在大离轴角状态下的 空战能力 AM120D导弹可以攻击 载机后面的空中目标 载机也可以在发射导弹之后 迅速脱离战斗区域 还可以实现A射B导的功能 在机动性方面 RVVSD比较特殊 其尾翼是网格状 与美欧那边完全不一样 RVVSD的网状尾翼 使其具备极架的飞行性能 大角度离轴发射能力 相当于具备 向量推力控制能力的 专用格斗弹 在同样性能载机的近距空战中 RVVSD要优于AM120 其达到结束之后 比较适合对付高机动目标 在杀伤效率方面 RVVSD与流星导弹 都是高能破片式战斗部 主要依靠炸药爆炸时 产生的破片挥上目标 范围比较大 引线与战斗部容易配合 只是因为破片太分散了 必须多个破片 直接命中目标要害部位 才能有效击回目标 而AM120D不走寻常路 凭借着精度高的优势 使用高能定向战斗部 毁伤能量集中 杀伤效率高 注意一下 上面内容中有个关键词 网状唯一 RVVSD是格网唯一 并且是电动的 俄罗斯这样做 有什么优势 网状唯一优点还可以 比如控制性能好 重量轻 可以在少量增加阻力 与雷达反射截面面积的情况下 增强导弹的操控性 而且RVVSD的外形很有意思 使用短的锥形的机翼 代替传统的三角形机翼 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配合其网状唯一 主翼可以在超音速时 减少网格翼迎接的来流速度外 对机动性能也有一定的帮助 当RVVSD要往某个方向移动时 可以先用网格翼让导弹转过去 但网格翼除了让导弹转动外 也会产生反向作用力 而主翼产生的生力 就是尽可能抵消这个 甚至提供额外的生力 供导弹机动 与其说RVVSD是AM120D这种 兼具格斗能力的中远距拦截导弹 不如说RVVSD是一种 兼具中远距拦截能力的 格斗导弹 不过网格翼不是没有缺点 其空气阻力大 相比较AM120D这种传统弹衣布局 当采用一样的发动机时 RVVSD布局的急速较低 速度衰减也较快 最大射程较短 比AM120D流星导弹 RVVSD射程短了一大截 总而言之 现代空战的环境太复杂了 中矩弹并不是左右战局的那一个 对比中矩弹的纸面数据 其实没什么意义 无论是什么中矩弹 只要条件允许都能赶爆战机 说到这儿就有一个脑洞了 如果中矩弹打无人机 无人机能不能通过AI控制 自动规避呢 就火力军的看法 理论上是可以的 战机因为探机飞行员的存在 很多机动都有限制 但无人机没有 只要机体发动机允许 无人机能把机动玩出花来 只是只要求无人机 具有高度态势感知 人工智能超高机动性和敏捷性 现在暂时还不行 目前大部分军用无人机 都是机动性较差的螺旋桨无人机 想机动呢 也机动不起来 如果是那种有人战机半飞的无人机 一般都会预设相应的规避机动 但是效果有限 而且如果真能搞出来这套系统 装导弹上 必装无人机上靠谱 完全可以用来对抗反导系统 各位认为 未来无人机 有没有可能自动规避导弹 可以评论区留言 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